主料,黄瓜,黄瓜洗净量杆带用,黄瓜纵向切成刺分剧子,再横向切刺断,不必太小了,因为盐出水就缩了,放入少量的碱面。 比凉拌黄瓜多一些的盐,把盆上下抖动,让黄瓜与盐冲封地亲密接触,然后静置。 这个过程,我用了半天哦,用纱布把盐过的黄瓜包起来,放在可露水的容器里准备压制,用重物压在黄瓜上,尽可能多压些水分出来。 我用的是一只装满水的油壶压的啦,晚上压了一夜哦,根据黄瓜的多少往锅内加入酱油稍多一点。 醋,白糖,香叶,踏脚,花脚,姜片,蒜片,再加入适量清水煮开,最后让它一边凉快去吧。 腌过的黄瓜倒出来,把表面水分量杆,往放凉的酱汁里加入一茶匙的白酒会增香哦。 两个的黄瓜可以装平了,用无油无水的筷子把黄瓜压实,让它们充分地浸泡在浓郁的酱汁里。 冰箱放置一天美味就零K了,哈哈,成了,烹饪技巧。 加减烟是为了后期成品保持翠绿,也可以不放的啦。 黄瓜不需要很新鲜,反正要腌的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